台湾共敌案在天一桩 媒体报道 掌管台湾周边海域 机密水文资料的退役海军 遭中共吸收 甚至可能泄露海域资料给对岸 让台湾机密的作战资料 被共军掌握 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 案件在3月份获得检举后 随即迅速侦破 强调并没有机密资料 落入共军手中 但共敌案已经引起各界重视 平面媒体披露退休海军中校张芷欣 与其他退伍军官被中共勤制单位吸收 国防部证实确有此事 并发表声明指出退役张信中校 由昔日退役同仁转介认识中共官方人员 涉嫌利用军中救世 谋取不法利益 案件在3月接获检举后 已经迅速侦破 由于张芷欣先前任职大气海洋局政战处长 可以接触许多机密海图 及台湾周边海域水文资料 据了解 这些高机密资料 如果遭中共军方掌握 台湾周边海域等于被敌军一览无遗 我们周边的反潜作战 提供一个重要的资讯 因为反潜作战跟潜舰作战 本身都需要依照这些 海水长期观察的资料 来拟定它的进出航道 然后等待去攻击区域 蛮糟糕的 因为毕竟就是说 这个资讯对台湾来讲 它有其独特性 跟它需要受保护的地方 国防部则强调 海区内部已经采取保密措施 并没有机密资讯外泄 也没有限制人员涉案 张信忠孝退休三个月就到中国 联署上还有多张到当地旅游的照片 因为直律政府国安控管能力明显不足 他为何今年五月退伍 巴林就被进中国 难道这个没有审查的漏洞吗 所以国防部现在要审慎的处理这个事情 审慎的处理 就审慎的处理 国安是这样 那提供的群资里面 连我们的整个水文资料 潮汐 他都很清楚啊 那怎么办 从军方到国安单位态度都保持低调 毕竟供敌案件试色敏感 不过立委批评 国安单位对防止中共渗透 存在结构性的漏洞 国防部应该建立一个新的防密的系统 或新的建制的 维护国家机密的安全机制 在人事甚至可能要全面的调动 全面的调整 否则依现有的保密机制 显然没有办法因应 对岸中共的不断的刺探 共敌案平传 从军警公职到商人 都是中共积极拉拢的对象 中共全面胜透 台湾该如何应对 试色国家安全 政府应该要更加谨慎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慧耀留自营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